战国时代 战将的鼎力相助 白起就是其中之一 在其楚燕赵魏寒后人的眼中 他是屠杀百万人的恶魔 但在秦国 他却被平民百姓奉为英雄 其功名甚至可以威慑异国之君 以至于被皇帝忌惮 而赐此最终心灰意冷自尽而亡 秦国人为了纪念他为其修建祠堂 他国人痛恨他 以其名为菜 祖祖辈辈生诞时之 历史上的白起 究竟是什么样的 白起 秦国白氏 明起 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 兵家的代表人物 熟知兵法 善于用兵 传言白起乃皇帝后裔 据白居裔的 太原白氏家壮二道可以考究 白氏米姓 楚公祖也 一孙日起 有大功于秦 封武安君 这里的武安君 指的就是白起的封号 故可以推断 白起本为米姓 为楚公族人 而在史记中 对其青年时期的描述 并无记载 只记载 其从军第二年 就已经达到轻位 俨然将白起描述成了一个军事天才 然而就算白起是天生将才 没有遇到伯乐 也只能自叹怀才博欲 闷闷终生而已 据史书记载 白起与魏冉关系一向交好 正是魏冉的提拔 才使得白起得以被重用 彼时 魏冉与秦昭湘王的母亲宣太后 米八子 共同执掌秦国军政大权 虽然秦国在二人的领导下 发展迅速 但魏冉毕竟本不是秦国人 故仍对秦国大臣有所忌惮 遂注意培养起了自己的势力 而白起正是他看重的军事人才 遂将其视作心腹对待 昭湘王十三年 推行胡扶骑射的赵武灵王死于内乱 各个国家蠢蠢欲动 欲挑起新一轮的战争 而秦国的将相之间 也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即将为乱世掀起新的风暴 同年秦国以向寿为将 出兵韩国新城 魏冉让白起作为向寿的副将 一同出征 为攻打一阙做准备 新城一役 相授与白起速战而胜之 回国后 宣太后与魏冉给他连升两级 封为左庚 和当时秦国第一名将司马错同级 次年 秦国再次发兵攻打一阙 相授再次带着十万秦兵 浩浩荡荡从韩谷关奔向了一阙 韩魏两国得知消息 魏求自保 组合了二十万余联军 于一阙阵前把守 同时魏国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还增派了名将公孙席指挥 只不过天下战士从来没有什么万无一失 以少胜多的例子 古今中外数不胜数 彼时 秦军正于朝堂之上商议如何破阵 魏冉突然向秦昭湘王请示 要用白起替换相授出战 他认为相授成名已久 六国皆闻其名 赎起他的兵法 面对相授 对方必定会采用克制的战法 而启用名不见经传的白起 却可以打个出击不易 秦昭湘王起初并不同意 但在魏冉的一再坚持下 最终还是应允了白起换帅 孙子兵法中 将临阵换帅一计 列为下下策 还是其为兵家大计 可见秦国这部实为险棘 而此时 昭湘王需要的正式险棘 长久以来 昭湘王一直处在魏冉的控制之下 早已有所不满 如果白起胜了 秦国可获一员大将 如果白起败了 则可以归过于魏冉 一举两得 而对于白起和魏冉而言 此战只能胜也必胜 秦引兵十万 正面攻击 联军二十万余 必不能胜 遂只能出棋之胜 白起带领军队在阵前主扎 自己趁休息的时候 四处观察地势 寻找对策 远远望见 韩魏两军分营驻杀 为何遇一处 便新生计谋 欲将其各个击破 同时 韩魏联军见秦国主帅 不是相授 便不愿合力抗敌 都想各自保存实力 在阵前推诿 为失败埋下了伏笔 次日 秦军派小谷人到韩军阵前叫嚣 韩军不愿出阵 便一直留在营里 另一边的魏军 见秦军攻打韩军 便放松了警惕 准备两军打到一半 自己再去捡便宜 然而此时 白旗已经率主力 来了魏军阵前 在夜幕的掩护下 秦军对魏军发起了突袭 还没等卫兵拿起武器 就被潮水般的秦军冲散 尽管公孙喜组织起士兵反击 但一切仍旧为时已晚 白旗亲自雷鼓驻危 秦军士气大增 一股气冲向魏军 公孙喜率魏军拼此抵抗 但无奈还是被秦 而剩下的魏军 见主帅被秦不敢再战 便向韩军方向逃跑 白旗下令乘胜追击 跟在魏军身后追赶 韩军见魏军溃逃不战自溃 加入了逃跑的行列 结果二十万余大军 便被白旗轻易地击破 无一人生还 经此一役 白旗的大名在七国间流传开来 旗也因此晋升国位 逐渐成为了秦国崛起路上的 指路明星 而秦国的崛起 除了白旗在战场方面 单方面压制 背后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 他就是商鞅 商鞅本为畸性 公孙是魏国人 其和崇尚兵家的白旗 相反是法家重要的代表人物 秦孝公继位后 便发布了求贤令 在国内大寻强兵复国之策 此时魏鞅在魏国怀才不遇 被魏王下了逐克令 于是便来到秦国三次游说秦孝公 终于讨得秦孝公任用 随后其在国内大改法度 被孝公封制于商 号约商军 故才有了大家熟悉的商鞅一称 而在此之前 其一直被世人以魏鞅称呼 在秦国 其废除了世青世路制 使出身变得不再重要 同时商鞅还明令军阀 奖励军功 给了普通人为官的机会 而真正推动秦国强兵的 当属其设立的20等爵位制 据史书记载 20个爵位每一级都对应着 不同的待遇和社会地位 其中最低一级为攻势 最高一级为撤侯 而只要士兵斩获一个敌人的首级 就可以获封攻势 自田一寝 宅一处 和仆人一个 而只要士兵斩获的首级越多 就可以获封更高的爵位 其待遇与社会地位 也会随之而提高 这一体制最大程度上的 调动了秦兵的积极性 也正是因此 秦国成为了战国历史上 杀人最多的国家 而白旗也正是在这种制度下 才诞生了出来 毫不夸张地说 白旗的爵位 就是用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换来的 他在从军第二年 就已经拿到了最低的亲位 左树长 兵家和法家的互补 使秦国变得空前强大 按道理来讲 秦国得商鞅 白旗二才应该很快 就能平定天下 只不过商鞅得罪了太多人 还没等白旗走上历史舞台 他就因为被人诬陷 而兵败身亡 而白旗也没能看到 秦国一统天下的那一天 只留下后世将士 背负着他的二十等爵位置 在战争的路上越走越远 秦昭相亡 15年 白旗升任大梁造 发兵攻卫 一举攻下了 魏国城池大小60座 次年 白旗又与克卿司马座联合攻下 原成使秦国实力大增 次年又攻下赵国的光郎城 至此 战国其他六国都被秦国揍了个遍 五年后 楚国出现一位善用若公设宴的人 楚请湘王 听说后觉得稀奇 便招来询问 不曾想此人是以为主张合纵的纵横家 他用楚国过去的光荣历史 和如今的耻辱来激励楚王 此前楚王就一直有向秦报仇之志 此般便着了纵横家的道 遂派使臣去各国进行合纵 罚秦的活动 不料被秦国知晓 遂派军攻打楚国 以给其更大的打击 秦昭湘王二十七年 白起伐楚 楚军拜 割上庸汉水以北土地 给秦讲和 秦昭湘王二十八年 白起再次伐楚 先以汉北上庸之军 夺取燕邓等五座城池 而后秦军越过秦楚边境山区 自断后援 分三路 快速突进楚镜 直逼进楚国都城 请湘王惊恐万分 调众军 把守燕城 以为守住燕城 十日已多 白起孤军没有支援 自然会退兵 于是便仗着城池死守不出 白起率领秦军 连攻多日未能攻破 反而损失惨重 一日楚中暴雨 白起新生一计 遂命人修筑河堤 拦住以水 然后又修一条水渠 直通燕城 引发了洪水 冲破了燕城城墙 十万多兵民 因大水死在城中 燕城就这样 变成了死城 次年白起又率兵法楚 建制楚国都城 绕过楚军事线 从影城背后穿插 大破楚军 焚烧了楚国王室的 坟墓一灵 请湘王一路跑到陈 才罢兵回国 因为这次战役 白起被秦昭湘王 封为了武安军 而据《史记正义》记载 张首杰认为 武安军得名由来是 严能抚养军士 战必克 得百姓安吉 故号武安 由此可见 白起虽为一介武夫 但还是十分受 秦国百姓欢迎的 自此 白起的威名 雄镇六国 称为战国武安之首 秦昭湘王三十四年 白起率军攻打韩国 与华阳大破 赵 魏韩三国联军 不少将士听闻 白起的名号 不战自愧 一意下来 秦军累计斩首十三万 之后的几年 白起又多次率军攻韩 连战连胜 先下武城 后又断绝太行道 一路将战火燃烧到 韩国野王 至此 韩国的上党 变成了秦国的嘴边耳 孤立无援 韩国上党 郡守封庭 不满韩环慧王 将上党献给秦国 以求西兵的想法 转身将上党献给了赵国 秦国眼见到嘴的土地 被赵国吞并 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而赵国也知道 两国之间的决战 即将到来 秦昭襄王47年 秦国再次攻韩 意图夺取上党 然后凭借地势优势 居高临下 对赵国发起攻势 据春秋后语记载 赵孝成王和平原军 在战前曾对秦国商讨过对策 平原军认为 白起是一名猛将 与其正面交锋 必不得胜 而如果 和其打持久战 虽然很难占到优势 但只要以连坡为将 还是能够做到战事中 不落下风 孝成王听后 接受了平原军的计策 遂命连坡把守长平 连坡深知赵军实力 颓弱不及秦军 便修筑了三道防线 兴罗旗部 东西延绵树实力 以防待攻 起初 赵军助磊避尔守之的计策 并未成功 史书描述 秦又攻其磊 夺西磊 秦军攻势 锐不可挡 赵军连战失力 损失重大 赵将连坡见状 直接放弃了 不易守的丹河西岸 转而重点把守 丹河以东的第二道防线 以拉长秦军补给线 错动秦军锐气 从坚守的目的上来看 连坡是成功的 秦军怎么攻打 都突破不了丹河东岸防线 形成了两军 在战场相忘的局面 战争持续三年 秦国大受损失 然而战争带来的消耗 秦国负担得起 赵国却负担不起 据战国策 其册二记载 秦攻赵长平 赵无以时 倾诉于齐 而齐不听 可见连年的战争 已经让赵国的 经济弱点暴露无遗 而秦国变法的优势 也随之体现了出来 此时赵国基于决战 认为连坡胆怯 不敢战 遂意图把连坡换下来 加上玉宇之战 赵军大败秦军 赵国心存侥幸 遂用赵阔替换了连坡 此时 秦国任用的是王和 还并不是白起 当赵国在更换主将 抗秦的同时 秦国才悄悄地 派遣了白起 上前线领军 两国交战 最害怕的就是 信息差过大 赵阔以为 自己与白起不分高下 王和无足为惧 便叫人 拆除了连坡修处的堡垒 将大军合遇一处 并按照兵书下令全军 秦兵若来 要奋勇当先 蒙打紧追 不胜不回 回者斩 白起知道 赵国如今急于求胜 且赵方将领 年轻气盛 高傲自持 遂决定后退有敌 将赵军分割为奸 秦军数次派人叫阵 皆溃败而归 赵军派人叫阵 结果秦军不战自退 十余礼 赵阔以为 王和被打怕了 于是便拔寨而追 一直追到 秦军营仗前 对着秦军的营地 连攻数日 而此时 白起却已经率兵 来到了赵军的身后 当赵阔想要 从后方调兵时 才发现 自己已经被秦军包围 而赵阔也发现 自己的对手 不是王和 而是白起 白起率兵 将赵军结为三段 使赵军首尾分离 两道被断 被蒙在鼓里的赵军 只得原地助雷 等待救兵 秦昭相忙 听闻赵军被围 又下令动员全国 征调和内郡 十五岁以上男子 全力与赵作战 结果赵军断粮四十六天 因饥饿不堪 军心动摇 甚至出现了 蚕食死人的现象 赵阔帅精兵突袭 被秦军射杀 赵军这才投降秦军 而后发生的 便是白起坑杀 四十万降族仪式 他用哄骗的手段 让赵军相信 自己带他们去的地方 有的是食物 等赵军士兵到了 才发现 一切已经为时已晚 这件事情 使白起在人们的心中 彻底树立下了 屠夫的形象 就连昭相王 也为之震惊 然而白起 怎么也没想到 这场战役 将成为自己的最后一次大战 长平之战后 白起拟成胜灭兆 将军队分为三路 一路由王河带领 进攻疲劳 一路由司马耿带领 攻占太原 而自己则率兵 围攻赵都邯郸 赵汉两国听闻后 十分惧怕 于是变前 武安军苏秦 用重金贿赂秦 湘应侯 范居 阻止了白起出兵 值得一提的是 在战国总共有四人 得到了武安军的封号 苏秦虽然也是武安军封号 但他却与白起 有着本质的区别 白起为武将 靠的是带兵打仗 才拿下这个称号 而苏秦却是纵横家 靠的是花言巧语 范居也是纵横家 当他听苏秦说 白起如果攻打下赵国 自己的地位将在 白起之下时 便心生忌妒 答应了苏秦的要求 对秦昭相亡上言 秦军疲惫 疾待休养 请允许赵国割地求和 而此时 秦军确实也刚刚经历苦战 于是就同意了范居的请求 而白起知道 是纵横家作祟后 也自此与范居 结下了仇恨 秦昭相亡 49年9月 秦又发兵攻函 白起因病推辞 结果连战不利 损失四万余人 后来白起并遇 昭相亡又遇以白起为将攻函 白起以寒丹时不以攻 诸侯怨秦已久 若诸侯救援 赵国从内应战 诸侯在外侧应 秦军必败 唯有推辞 后来王和又接替 攻打邯郸 连攻两月 仍旧九攻不下 前线拜训平传 昭相亡因此迁怒白起 命他带病上路 白起行至半路 昭相亡与范居商议 以为白起迟迟不肯奉命 其意泱泱不服 有余言 遂派使者赐剑而命其自吻 白起知道后心灰意冷 仰天长叹后 起见自吻 一代战神就这样死在了自己的手上 白起死后 秦国人认为 起死非其罪 便为他设立了许多祠堂来敬念他 有人说 白起之所以抗命 是因为他知道 已经错过了攻打赵国的最佳时机 且赵国因为长平一战 对自己积怨已久 如果自己出战 必败 所以才没有出战 留下了五百之名 而其一生虽然为秦国立功无数 但这功名也充满了血腥 古人一直相信 杀人会积在怨气 以至于古代的刽子手中流传着 杀人不过百的说法 何况白起呢 只是不知是秦国的风气造就了白起 还是白起的行为带动了秦国的风气呢